柯文哲 柯文哲 他應該會出來選吧 他有那個意思 他自己也佈局很久了 只是他自己在搖擺 大家封名好嗎 我懷疑 他的企圖心 從新聞事件也好 和他個人的性格也好 我覺得他應該會出來 不是說很明顯的表態 但有可能機會很大 這個我想還是要看往後的發展 他是一個聰明人 他會看時機 看整個局勢的演變 然後在適當的時機 他會做一些的決定 他的決心好像很強大的樣子 冠冠應該不會吧 冠冠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然後跟國民黨可以做搭配 他出來選會有很多的問題 會創造更多的問題 他應該不會 你有票員嗎 因為國民黨初選他沒有選上 他現在就整個小聲逆急了 我覺得他可能還在思考吧 到底該怎麼做他下一步 不是很開心 在黨內初選的部分吧 情勢使然 他自己要愛惜敏捷 他選不選對他來講 不見得是最重要 他應該會為自己規劃 擺在一個比較 對他或對國家來講 是最有利的位置 郭柯配 那參與委員一定完蛋 不要這樣配 這很爛的組合 郭台銘的思維來講 應該不會找柯文哲 那你說誰要當主 誰要當副等等 不曉得 郭柯配好像還滿大的 兩個我都還滿喜歡的 郭柯配他等於被判了國民黨 如果柯文哲是副手的話 可以 OK 我覺得應該希望不大 因為他們的支持者 其實有點衝突 現在他們 他們比較抓得住 年輕人的心 我覺得 新的時代總有新的想法 不然老是用以前那一代 來帶現在這個社會 另外兩個表現不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本來就不是 從政人士 為什麼要出來選 他們自己不是專長的東西